有媒体报道说国安局长蔡德胜被检举性指控他扶领差旅费遭到了特征主侦办 对此国安局大动作开了记者会蔡德胜亲自上火线来称心 他说自己绝对没有利用出国赚钱这样的指控对他是一大侮辱 出国很辛苦时差身体适应的问题 说我出国是在赚起额外的今天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大的侮辱 面对指控国安局长蔡德胜亲上火线澄清记者会上一度情绪激动 这一日到现在出国每天最多领100块美金最少只有20块 如果我要贪污这点钱值得我贪污吗 讲到机动处蔡德胜一度哽咽 去年12月检调单位接获匿名信函指控 蔡德胜上任以来利用不同名义出国超过15次 质疑蔡德胜频频出国为的是扶领差旅费 对此国安局强调指控信函已经交由正风处和会计室查办 3月初会计厂也曾经道庭说明 目前为止检调单位并没有查获任何不法行为 不只国安局特政组也发布新闻稿澄清 不过自从国安密账案爆发后 利任国安局长频频涉入司法案件 现在连蔡德胜也面临贪污的指控 接下来的所有调查才是对国安局的一切考验 对 感谢观看